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胡人和勇士之间 展开了一场脚梁 最终胡人队 凭借勒布朗·詹姆斯 第二个价值在最后阶段的 面框突破 招杀伤转让发射线 通过罚球的方式 终结了比赛前面 拿走了这场胜利 这场球我感觉 堪称是安别最近15年历史的一种 清晰浓缩 如果说你当年错过了奇恐大战 你没曾目睹勒布朗·詹姆斯 在东部建立的巩固统治 也没曾 看到小球时代到底是 在哪一年真正成功开启的话 那么看完这场比赛之后 大概对于历史 也了解个 三十分了 因为这场比赛当中有太多历史的传奇剧情 出现在比赛场上 而且又是以他们 职业生涯差不多是精华浓缩的方式 打出了无数 差不多能够定义这名球员能力的一些比赛 顺点 或者说比赛特点 你比如说场上勒布朗·詹姆斯 他最后阶段那一季面框突破 那么就是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赛姆斯在坦克式推土机 面框突破 或者照扫上 或者打把上轮成功打进 基本上是吹枯拉朽 无可阻挡的 任何人摆在赛姆斯面前 你知道赛姆斯要突破 要以这种方式最后终结悬念了 但你就是拦不下来 你要是想拦的话 只能额外付出更大的放轨动作 送他上方法线 最后赛姆斯不就是采取这种类似 当年最鼎盛状态 赛姆斯终结比赛的方式吗 同样的效果 最终同样的结果 还是能够一如既往的关键时刻 受掉比赛 就是这么稳健发挥 斯顿库里有两个非常精彩的关键瞬间 一个就是常规时间最后阶段 单挑龙尾小打道 这球是打进之后 杀了个回马枪 到了篮下之后 回头一个小败佛 再接一个变相 插板上篮命中 这球呈现出来了斯顿库里 为什么能够相开小球时代 主要是两大密技 其宜就是运控能力 库里也属于是NBA核心后场 用控能力的极大成者 他通过自己优秀的用控 在关键时刻能够细耍对方 总是能够出其不意 因为他这个用控当中 结合了自己的三非远色 能够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内外结合 你总是顾此思彼 手术两端 无法坚固 所以库里最后 你看那一回合绝平命中之后 非常完美 呈现出来的库里 他之所以立足赛场 之所以能够打出无数传奇 建立的到底根本在于哪 就是运控能力非常有效 然后到了第二个驾驶赛 最后阶段 眼瞅着这一球 基本上要是打进的话 差不多将比赛盖管定论了 因为剩余总共就剩五六秒的时间 那会儿库里一对三分线以外单挑还是浓眉 通过一次看起来非常倡促的出手 但其实对库里来讲 那个所剩不躲的出手时间 那么一个极致的张拱瞬间 对库里来说已经足够了 通过三非远色的方式差点一遂定音 当时百步传扬精准命中把心 这就是体现出来了库里一对单挑的三分线以外的 这种极强的单打能力 同时又展现了库里别敢说升高不高 臂展也没有绝对优势 但是他通过出手速度 迅捷如电的方式能够惩罚对方的内线 这个也是小球时代之所以建立的又一大法宝 那就是三分远色一对单挑 强悍的个人输出 所以库里今天就将自己 之所以拉开小球迅目 两大关键都淋漓尽致的完美展现了 这就是库里 克莱·汤姆森如同若日余晖一版 回光返照一版 今天这场比赛在第一个加指赛最后阶段 也是挽救球队于水火 你看当时命中那一季三分远色之后 汤姆森也是面部改色 风情云淡 面部表情这块丝毫察觉不出 克莱·汤姆森有任何心理方面的波澜 还是如同当年冷血杀手那版 这就是克莱·汤姆森 德拉蒙德·格林还是一如既往脾气火爆 包括之前那会儿跟农梅 在地位有一个碰撞 当然他那到底是不是有意 不太清楚 反正农梅跟格林碰撞之后确实很痛苦 后续比赛也多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再包括比赛最后那会儿 面对自己场外的老大哥勒布朗·詹姆斯 仍然通过防守动作尺度很大的方式 在场上对抗一点不留客气 面对农梅 自己跟农梅也是同一个经纪人旗下 之前那会儿本身农梅就有点受伤了 最后那一次战术性放轨 罩着农梅的脑袋就去了 这就是德拉蒙德·格林 一直以来出野风格不改 即便说之前遭到了联盟雷霆处罚了 但是仍然内心当中那种火焰没有熄灭半点 还是老样的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历史的见证者 历史当中曾经风华绝代 在自己最好的年龄 注究无数传奇瞬间的 就这么一批球员 即今天这场比赛表面上是呼涌大战 其实是勒布朗·詹姆斯 跟勇士队铁三角这四人之间的角力 打得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了 他们这几人的风范特点 我觉得这场比赛 堪称是最近15年最精彩的一场仓鬼赛 真的可以这么讲 因为首先一点 参战的主要的两大头部明星 分别是詹姆斯库里 他俩是全球公认的大小王 这不是说中国怎么怎么讲的 有一些媒体说了 谁谁是大小王 全球公认詹姆斯库里的大小王 因为这个谁公认的呢 是之前有过一个全球性的投票 而且我叶上当中是不止一次 评选最近15年联赛当中最伟大的两个运动员 排第一詹姆斯 第二就是库里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说全球球迷公认的呢 你就可以这么讲了 因此今天这场仓鬼赛第一集是 两大王者他俩巅峰灰尸 他俩在这么一个众目睽睽的舞台带领各自的团队 彼此较量 甚至双方都很看重这一场仓鬼赛的胜负 因为两队都需要赢球嘛 另外呢 比赛场上出现出来的种种画面 又如同是你脑海当中能够想象到的 如同电影电视剧一般的呈现 就是说你把脑海当中想象的应该出现的情节 一些比赛当中精彩的瞬间 通过现实当中非常偶然的堆积 浑然天成鬼斧神功 就是最终你把想要的东西都展现在一场比赛当中了 就这几人他们上下当中的浓缩提炼完全都出现了 这点是让人感觉非常意外又惊喜 所以看完这场比赛啊 内心当中是相当舒畅的 因为有时候比赛归根结底啊 他看的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体验 甚至无关结果了 毕竟扎姆斯和库里他俩二人的职业生涯 都是荣誉等身 没有什么其他的荣誉没拿到 需要自己再度证明的了 因此就是享受期间 看着张库二人他俩职业生涯啊 现在在如此高龄年纪 仍然能够保持这么高 这么让人惊叹的竞技水准 这就是球迷自信 这就是观众之福 因此今天这场比赛啊 让人印象深刻 我感觉再过多少年 回忆起来呢 也会津津有味的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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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支持